多個民主派團體發起遊行 聲援被判囚的社運人士 大會說有2,000人參與 警方說在高峰時有1,800人 郵民鎮等多個政黨和團體發起的遊行 在灣仔修盾球場外出發 主題是抗擊威權 他們批評政府入稟法院 令到多人被撤銷議員資格 又提出複合衝擊政府總部案 和衝擊立法會案的刑期 令到多名社運人士被判囚 獲准保釋上訴的前學生領袖 都有參加遊行 面對著這個政權的清算 香港人是不會放棄 面對著無數的政治犯 陸陸陸陸陸入獄 保釋出來之後又入獄的時候 我們都會堅持下去 有遊行人士批評政府漠視民意 我本身都是港島區的選民 我就會很想問一問 為何政府會將我們這五萬多個選民的議員 一下子剝奪了他們 DQ的議員再給別人的薪金 根本是很不合理 簡直是很無恥 圓陸陸陸陸有團體擺街站 籌款支援被判籌的 社會人士的失活費和訴訟費 對五遊行到終審法院 多名代表發言之後解散 無線電視記者吳指敏報道 好可憐